首先我特别喜欢南京这座城市 特别喜欢我现在所学的专业 而且特地查了一下 它是属于全国的A类专业 我是北大毕业 然后去加拿大读了博士 到美国做博士后 选择南农主要是因为 我的这里和我运气方向比较匹配 很早的时候 精灵大学中央大学农学院的 就是他的前生了 所以这个还是很远远的 John Bunk 30年代就当了系主任 所以那个其实对我们学生来说 还是蛮向往的 我只讨厌了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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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月之前我来到这里 我选择了这个学习 然后我得到这个学习 然后政府告诉我 什么学习我去 两个月之前 现在我们一些同学校友 在社会上面的发展 我小孩他毫不犹豫的积极资源 填了南农大 我认为中国在这一刻 是非常开放的 在研究中央业努力 也讨厌更加高标志的研究 南京株酬学院 帮助我找到我的梦 因为农业 它真的不仅仅是农业 它和自然联系在一起 它和健康联系在一起 它和环境联系在一起 它还与我们的 身心的愉悦联系在一起 其实农业是一个关联的 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概念 而且是人们以后 从生存 从发展 从享受生活的角度来说 息息相关不可分的一个产业 所以这样的一个大学 在人们生活中所扮演到的角色 也会越来越重要 如果你想去一个 让你感觉很幸福的地方 你一定要来南京农业大学 南龙最可贵的就是薛峰 当然薛峰也是有传承的 在南龙就是一个踏踏踏踏踏踏踏做学问的地方 我是七八年 十二月底到南龙 现在快40年了 变化很大 但是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 就是南龙这个大学的文化 勤肯学习 唠唠唠唠唠唠唠 我们的学校是 中国的一位 那就是 我们的学生 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的 在这一段时间 无论他培养的人才 还是他的学科地位 在全国排名 都非常的靠前 所以到这个学校来 发展的机会和平台 其实是超出一般人的预期的 一个就是踏实 我们做事踏实 严谨 一事不够 第二的话呢 就是从学校来 确实也有一些 不及一格 培养人才的这种做法 我们有很多开放的想法 有很多的交流讨论 那第三个的话 我觉得还是开放的 相对来讲 一个比较开放的教训 一个鼓励 学生思考的一个氛围